我們現在要教的一個是控制變陰法 我覺得把它放在這邊教才是正常的 所以呢 第一個只是一個名詞 說什麼叫做變陰 變陰就是會影響一件事情的因素 我們就稱為變陰 我們家人杯水 它的溫度會有多高 跟家人的時間有多大 跟燭火有多大 跟水量有多少 甚至跟杯子怎麼做的都有一些關係 那麼這一些呢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變陰 或者我們把它叫做變相 變相就是裝成名詞而已 然後呢 如果這個是強調這個變陰的數量 那就變成所謂的變數 這個到底有多少的量 30、50就變成所謂的變量 所以那個只是個名詞 變陰、變數、變量 反正重點就是影響一件事情的因素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變陰 那我們要學會的事情是 控制變陰法 控制變陰法 變陰分做三種 一種叫做控制變陰 hold住的、控制住的 因為被控制住了 所以就不會改變了 所以控制變陰就是沒有改變 不會改變的因素 操縱變陰 你要說我打電動搖桿啊 操縱搖桿 變怪跟上左、上下、上右、上那之類 所以會改變的叫做操縱變陰 我讓它去改變的 我叫它改變的因素 叫做操縱變陰 硬變變陰就是我去量的 我改變了A 去測量B 然後這個B就叫做所謂的硬變變陰 我去測量它的 我去測量它的 所以控制變陰碼的第一件事情 是了解這三個名詞 什麼叫控制變陰 什麼叫操縱變陰 什麼叫應變變陰 那麼什麼叫做控制變陰法呢 控制變陰法就是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其他的都保持不變 然後去做實驗、做測量 我就能夠了解 這個因素、改變的因素 操縱變陰 跟我的硬變變陰會有什麼關係 我想我用同樣的燭火 加熱一樣的時間 用同樣的杯子去裝 然後呢只是改變水量 那麼水量就是我改變的因素 叫做操縱變陰 然後什麼燭火啦 時間啊都不變 叫做控制變陰 然後呢我去量水溫 水溫就是應變變陰 這樣實驗做完之後 我就曉得水量跟溫度的關係 這叫做所謂的控制變陰法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我一次只有一個操縱變陰 其他的都保持不變 都被控制住 控制邊陰 然後去量 做完就會了解 操縱邊陰跟硬邊邊陰的關係 所以 他講過水量怎麼去改變 所以這個溫度我們就煮火一樣 燒焙一樣 出溫一樣 時間一樣 今天都沒有改變 叫做 控制變陰 然後呢我改變什麼 水量 水量就叫做操縱變陰 然後去量那個溫度 不是叫做什麼 定變變陰 然後這樣做完以後 我就會了解水量跟溫度的關係 水量跟溫度的關係 這就是 控制邊陰法的意思跟做法 然後就做完 由這裡 衍生出來的考試題目 就基本上是兩種 第一種 我告訴你我這樣做實驗 請你告訴我 我能夠知道誰跟誰的關係 第二種 反過來 我想問你 我如果想要知道A跟B的關係 我應該怎麼去設計實驗 就這樣 控制邊陰法的題目 大致上就這兩種 就這兩種 OK 那我剛才講過了 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你就了解了 操縱變陰跟音樂變陰的關係 但是其他人都不曉得 考試的選項中 也許他的敘述本質是對的 可是你不能選 因為你不知道 舉例 剛剛講過的 我改變水量量水溫 了解的是水量跟水溫的關係 然後我告訴你 我這樣做實驗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選了一條做 煮火如果越大 水溫就會越高 這句話本身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選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的實驗裡面 出火有沒有改變過 沒有 煮火的空間沒有改變過 所以你不曉得煮火的關係 你只曉得水量跟水溫的關係 所以 你如果你想要去做別的 想要知道別的 你就要去另外做實驗 所以呢 那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最後是控制邊音法的意思 剛剛講過了 你就要清楚 我這樣做實驗 會曉得誰跟誰的關係 如果我想知道誰跟誰的關係 我應該去怎麼樣設計實驗 就用控制邊音法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叫做操縱邊音 我做完實驗之後會了解操縱邊音跟應變邊音的關係 這又是我們的控制邊音法 OK嗎 OK